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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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我的祖 當我在荒野孤獨層 他把握作我的人 我知道 就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有你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你手把你共生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已不再沉睡 但好就像是你的另一天 我就知道我的救贖者 你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有你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你手把你共生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已不再沉睡 但好就像是你的一天 我將見他融光之眼 我現在 我感謝神你的愛 交換在我的當中 讓我的生命 因此你真的都得到發轉 得到改變 神的愛也讓你再次又活得過來 生命得到分析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ROCK的人 當時的初心 重新來過 身體渴望的活 在你手中 生命跟隨你跳動 夢想依你而驚動 所有一切交給你 保護保護的 永恆是我促起 重新來過 身體渴望的活 在你手中 生命跟隨你跳動 夢想依你而驚動 所有一切交給你 保護保護 讓我為你愛我 讓我為你而降臨 永不放棄 讓你愛我 讓我為你前進 我請稀釋你初悔 如今感到屬於你 我祝你的志願的生命 讓你世界為你轉動 當我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看到這句歌詞 帶給我很多很多的感動 這句 有氣息是你初悔 如今擔當屬於你 我常常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唱到這句歌詞 我愛是我甦醒 我就很驚訝 我愛是我甦醒 我就很驚訝 我就很驚訝 流下熱點 我會在說我 我的生命是 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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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命是 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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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神來做功 那这是我们从头来唱的曲 你的爱是我苏醒 你爱是我苏醒 重新来我 只是渴望能活 在你手中 神明跟随你跳脏 我像一年的启动 所以这将给你 毫无保留 你的爱是我苏醒 重新来我 只是渴望能活 在你手中 神明跟随你跳脏 我像一年的启动 所有一切交给你 毫无保留 我为你而活 让我为你而站立 永不放弃 像你爱我 让我唯一前进 那些心事你输回 你已经当到虚拟 我只剩一致意的声音 让你世界为你转动 转动 转动 我的梦想 实陷着希望 我的海前永恒与光芒 光芒在我心上 在世界的采放 我都为你照亮 转弱的梦想 实现着希望 我已发现永恒的光芒 光芒在我心上 在世界的采放 我都爱你照亮 让我为你而活 让我为你而降临 永不放弃 想你爱我 让我为你沉浸 我心事已出回 如今感到虚异 我处理自己的声音 让世界为你转动 我们相信 我们的生命是单单属于神的 神是我们永远的福分 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荣美的时候 这世上一切都不沾入重要的 为了神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是我们的亮光 是我们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我们的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分 你是我永远的分 祝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 留在你的 风在里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里 我哪里不想去 只想念念在你 天中 千手敬拜 尊敬这一爱 还爱你 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可能因为工作 或特别的缓入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以及我们的软弱 因此而不能亲近神 所以我们将神更多更多的来 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时间 来亲近神 渴慕神的话语 让我们单单的够 注视仰望神 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神以外 在这地上 我们没有其他所爱慕 我们唯一的真神 让我们一起再用歌声 来敬拜赞的神 我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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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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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我爱你 能不能 你不能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哪有不相信 只想日夜在你眼中 线上金牌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空在你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们多爱你 我哪个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 线上金牌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空在你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们多爱你 我哪个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 线上金牌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哪个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 线上金牌全心全意来爱你 线上金牌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们要向上帝令中的清坦南树 永永远远 倚靠上帝的慈爱 因为喜爱上帝绿华的人有福了 我们同心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亲近你 透过生活层面 学习语言的表达 金上帝力量的箴言说 一句话说的合理 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盘上 求你保守我们的口及心思意念 说造就人的话成为祝福的人 今日我们也透过 理传道的口带来的好消息 帮助我们在生活面与神连结 取得永恒的福气 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 学习分辨善乐拒绝诱惑 让我们的人格成为有价值的生命树 光照需要的人 丰富我们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攻读 使读信经 会众请起立 请 我信上帝全能得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女感孕 由同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肯与里亚多手下受难 被定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在他们天间 第三天从使人中护我 身边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佛人 使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满公知教会 我信圣土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的复活 我信有生 阿们 慧众请坐 今天的圣经节 记载在诗篇的第一天 慧众我们一起来念 请 不从恶人的寂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欣罕人的座位 只起来烟滑的律法 奏叶事想 责任免为永永福了 阿们 阿们 要向你做主 在外战时训练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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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 一辈子也不误待 阿们 阿们 所做的 尽都顺利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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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的福氣 永恆的福氣 我們將一張時間交給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非常開心在中秋佳節 這個時候能夠來到永福教會 然後同樣我們用 在我們永福教會 這樣的一個教會的名稱 永福 永恆的福氣 我們一起來思考什麼是永恆的福氣 而且特別是在什麼 是在中秋節的這個 在台灣人或者是在華人社會當中 一個比較特別的節日當中 我們真正的福氣是什麼 也許從這當中 我們重新在這個信仰當中 得到一個新的主發點 我們與主深深來叩臉 得到那永恆的福氣 我們一起來禱告 帶領我們也教導我們 什麼才是永恆的福氣 真正幸福的屬上帝 謝謝你 特別在中秋佳節的這個時候 很多人出外 旅遊或者是家人團圓 一起烤肉吃月餅吃柚子 在這樣的一個節期的當中 我們感受到家人 感受到放假 感受到在過節當中的幸福 但求主你也幫助我們 我們需要從主你的話語當中 來瞭解來思考什麼 才是真正的福氣 可求主你將他永恆的福分給我們 讓我們得到永恆的福分 在這生命的道路上 由主你相伴 照著主你的旨意 走在主你歡喜的道路上面 我們這樣祷告 都是奉祝耶穌敬的聖靈 每次在讀聖靈的時候都會想一件事情 到底聖靈它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或者是說我們讀聖靈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把握的重心是什麼 但是呢 其實聖靈裡面喔 我們想想看 聖靈其實一大的 九約三十九卷 九卷 新約二十七卷 其實每一卷都有它很核心的地方 如果能夠把握那一個很核心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聖靈整部 或者是說在單選的當中 它要傳達的信心是什麼 我們今天讀的聖靈是 詩篇的第一篇 那詩篇的第一篇非常有意思 詩篇第一篇 事實上它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走 看的詩篇的第一 我們往前面 沒關係我可以自己操作 詩篇第一篇的第一節到第二節 它先從三部開始 三部是什麼 不寵惡人的紀錄 不戰什麼什麼 不做 但是呢 若我們有機會 當我在學那個什麼 聖經原文的時候 我的老師常跟我講說 詩篇第一章第一節的第一句話 其實很像一句廣告 Hockey 那個是什麼 Hockey 在那 三陽威士比 Hockey 沒有錯 它的第一句話其實是Hockey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 在中文的翻譯上都會把它倒裝過來 這人變為有福 但是呢 在西伯來文的第一句話 其實是那個 Hockey 而且 在中文的翻譯的當中 也將這個Hockey 試圖把它翻譯出來 但是呢 它是用標點符號來表現 你看看標點符號 有福 它後面是什麼 驚嘆號 事實上 了解我翻譯是說 這人變為Hockey 或者是說把Hockey 放在第一句 它應該正確的翻譯是說 Hockey 然後後面是什麼 不從二人的計謀 所以第一句話跟你講 什麼叫做福氣 但是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 因為我剛剛在洗澡的時候 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常常覺得 在台灣人的幸福當中 過節很幸福 大家相聚在一起的進行幸福 我們呢 吃月餅 看月亮 烤肉 都是很幸福 但是 在聖經當中 的幸福到底是什麼 福氣到底是什麼 而且 我一開始有提到是說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每一卷 每一卷當中 如果我能夠把握 那一個重心 我們可能就可以 有一個概覽 很了解 是說 它整 整部聖經 或者是說 我們說整部聖經 六十六卷 至少在詩天的這一卷當中 它有它很要強調的核心 事實上 福氣啦 的後面非常重要的是 什麼 才是真正的福氣 它說 唯有什麼樣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這等於是怎麼樣 福氣啦 或者是 比較 照原文的翻譯 應該是這樣子 福氣啦 不醜 惡人的禁謀 等等等等 後面才是什麼 唯有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所以 以色列人 或者是說 跟從上主的人 所談的福氣 幸福 事實上 跟我們一般人 所理解的 有可能有一段 非常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 我們從上帝的眼光來看的時候 這很特別喔 我們會覺得 思想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會是福氣嗎 不見得喔 有人覺得福氣是什麼 重樂透 或者是怎麼樣 考上狀元 但是這 現在有狀元嗎 好像狀元 要考上台大醫學系的 滿齊分 什麼 滿齊分 滿齊分 滿齊分之福氣 這個也是福氣 滿齊分 然後 但是呢 真正來看的時候 它是不是 它是暫時性還是永恆 我們的教會名稱是永福啊 當然 我不知道我們教會名稱是怎麼來的 不過常常講就是說 台灣歷史上有一個人叫永福啊 他有沒有永福 劉永福 劉永福你們知道是誰嗎 劉永福就是以前 清朝跟智本 政權 宵街的中間 成立有七天 有七天的政權 那是什麼 台灣民主國 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叫唐錦松 裡面有一個黑旗軍 大將軍叫什麼 劉永福 劉永福 但是劉永福怎麼樣 阿伯阿浪幹 烙跑 為什麼 他就化妝成什麼 本來是一個黑旗軍 大將軍啊 所以他就化成什麼 化成整一個老阿婆 然後趕快 烙幹是怎麼樣 就座船 不知道從路趕還是安平 就偷跑出去的 烙跑 烙跑的人有沒有可能福氣 在歷史上當中 看起來好像沒有 但是對他來講 有 因為他得到短暫的生命 但是在歷史課本 至少我讀到很多人 解歷史的當中 把他罵了一頓 我就說 你應該要勇猛抵抗等等 但是這一些 暫時性的福氣 跟永恆的福氣之間 是有差距的 不過我剛剛所講的 有人 中那個痛 有人考上的頭 滿積分 看起來有他的永恆性價值 但是有些時候會有短暫 比如說 我在好幾年前讀到一個新聞 他是說 美國得樂透的人 但是得樂透的這一些 中大獎的人 有三分之一的人 後來破產 他明明就美金很多錢啊 換算台一好幾年他怎麼會破產 因為他怎麼樣 以為他中樂透的人 就亂花錢 或者是說 沒有好好去守住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談的 永恆的福氣 在詩篇的一開始 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詩篇的概覽 他要怎麼樣 要人去怎麼樣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而且呢 他做一個 對比性的表達 這個對比性的表達 就是有什麼 有義人以及罪人 來我們往下看 義人的話 義人的道路是怎麼樣 一人的道路是永恆的 但是呢 罪人的道路會是怎麼樣 我們往上一章 我們看第三節到第四節的當中 惡人不是這樣 他這樣怎麼樣 康底被風吹散 所以義人 遵守耶和華律法人 他是怎麼樣 像一棵樹站在溪水旁 他是怎麼樣 他是一個 有一個永恆的面向 為什麼呢 因為在溪水旁 他得以灌溉 他得以成長 他會有結果 但是呢 如果我們讀詩篇 他是一個好像圖像式的語言 如果 用植物對植物的對比來看的話 惡人的道路是怎麼樣 康底 有沒有看到康底 那是 第二是怎樣 千仔來看 千仔卡 糙坑 然後怎麼樣 風一來他就被吹散了 所以在這當中 一人的道路是永恆的 但是二人的道路是短暫的 然後我們看第五節到第六節的當中 事實上 一人的道路是怎麼樣 耶和華是叫一人道路 但是二人的道路必滅亡 一人的道路跟著永恆的上帝 主耶和華在這條路上 我們會往前行 這是怎麼樣 永恆的福氣 但是二人可能短暫 得到了一些東西 但是在永恆的道路當中 他是走在這裏 所以短暫的幸福 不代表永恆的福氣 但是永恆的福氣的背後 也有可能有他必須要付出辛苦的地方 但是至少怎麼樣 耶和華的律法守在這當中 文系前剛剛敬拜訪唱的一首歌 叫什麼 能不能 能不能裡面有一句話是說 我屬於你 你是我什麼 永恆的福分 我屬於你 那個你是誰 就是耶和華上帝 但是在今天非常特別是說 十天的第一天 一開始跟我講永恆的福分 是後年在什麼樣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當中 我們通常都會覺得律法是硬方方的東西 律法不可愛 律法有些時候會讓我們覺得 他這些的規則條列規範是怎麼樣 生命死板 刻板 讓我們覺得受束縛 但是如果我們放一個眼光來看 到底他所談的耶和華的律法是什麼 為什麼耶和華的律法會帶來福氣 這個其實是我上個禮拜一直在想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上個禮拜其實去參加一個宴席 這個宴席就是 我們排到基督長的教會 每兩年會跟東南亞的教會 不然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泰國 香港等等 每兩年都一個牧者的宴席 那今年是在泰國的 然後我在總會認識 所以總會 總幹事跟注意總幹事是說 他就說希望是說我帶 十六個牧師跟長老的職事去演習 所以我就帶隊去 然後這一次在演習的當中 其實就在談一個詩情是說 西奈的文化 其實西奈的文化是什麼 西奈三世約就是上帝的律法 實踐 然後我們的教會 特別在正醫師 阮昌老等等 我們今年我去什麼 今年四月的時候我去以色列 那麼好像還要去爬西奈山 在這當中為什麼 半夜爬西奈山 半夜爬西奈山 這個為什麼在這個西奈的文化當中所產生的 經典會成為什麼 取世文明當中 永恆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在這當中 我們可以切換到我準備的頭影片 所以我就一直在這一次演習的主題 叫做西奈的文明與基督教 他所談的核心就是 耶和華的律法為什麼會帶來福氣 這當中其實有分三個項目 第一個 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第二個 我們的禮儀就在禮拜當中是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成為這樣的君尊的祭師 聖解的我命當中 我們要有的行動 其實在想之客 在這當中 一方面在準備今天的 本講到之後 回到經文的問題的時候 是說 唯有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作業思想 人變為有福 但我們要問為什麼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 從這當中 今天 我們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觀點 另外一方面 從這樣的一個經文當中 我為什麼會談是說 他成為詩篇很重要的概覽 因為他講耶和華的律法 抽離出來 他是一個福氣的根本 但是我們要重新講 在他所提的耶和華的律法 到底是什麼東西 事實上 如果從西伯爾的聖經 或者是舊約聖經來講 這個律法叫做什麼 叫做陀拉 陀拉 它是什麼 五經的同稱 那五經指的是什麼 就是舊約聖經的前五本 創世紀 除埃及紀 立位紀 民宿紀 生命紀 通常這五本 能夠面得完整不多 每次念到創世紀 唉唉唉唉唷 前面還不錯 看個亞當 Yi 但中間又出現一堆人民 然後再來有什麼 什麼 亞羅拉漢 什麼Yagran 到右跑去 然後到後面 約瑟的故事還滿 所以中間有些時候會稍微睡著一下 然後當我出外一集 那裡面很好看喔 喔那個什麼摩西啊 什麼從水裡出來啊 埃及王子啊 然後什麼西乃山 都很精彩 但到後面喔 開始講那時候 你搭會幕要怎麼搭幾公 幾個軸 你怎麼燈台要怎麼用 一堆的點章綠麗 很不容易把它看成到立位去 哇那個一堆綠法 你什麼樣的時候 你不能去獻祭 你人什麼樣的時候 到民宿器啊 你這個屬幾個人 你這個屬幾個人 一堆以前的人 他不會畫表格你知道嗎 所以看起來很累 然後到生命記的時候 又是什麼 又重新再講這些故事等等 然後看著頭昏腦脹 但是呢 今天我們所提的 在秀約的時候 如果提到耶和華的綠法 通常常常想的是妥拉 今天思考耶和華的綠法 妥拉的人有福氣 但是妥拉到底在講什麼 他是一種質疑交代 但是他是綠法 不過呢 在這個當中呢 哇這個字比較小 事實上有一個重點齁 在這裡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在這個當中 我們要想的是說 為什麼耶和華的綠法 會帶來福氣 因為後年在這個當中 在出埃及記的時候 耶和華上帝親自跟摩西講 要頒布實界之前 跟摩西親自對話的時候 他講的是說 你們要為我做什麼樣 祭司的活路 聖節的子民 特別如果是軟長老真醫師 或是聰宣傳道師 在今年有去西乃山 在那個什麼 凌晨的時候 天要亮的時候 想到摩西在山上 跟上帝對話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話 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們要成為 祭司的國度 聖節的子民 而各位 事實上我的福氣是在於 就是說 上帝給我們一個 非常大的福分 特別我們在座當中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樣 可以領受這樣的福分 當我們與上帝 我們告白我們是 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成為上帝的子民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帶有什麼 我們有 就在祭司的國度 聖節子民的行列當中 這個是很大的福分 但是這個很大的福分 同時帶了非常大的責任 我們要守耶和華律法 但是在這當中 我們也看到是說 雖然在通常講 通常講這個 火拉好像是從上帝所領受的 但是呢 我所講的永恆的福分 不是短暫的當中 有一個事情 我要去思考 事實上以色列人 曾經怎麼樣 殖民統治 是密密王 被什麼 被波斯帝國滅掉 前面還有什麼 亞述帝國 波斯 巴比瑞 在王族那麼多久的當 那麼長的時間當中 這個民族還可以永恆的存在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什麼 耶和華律法 但是在這當中 是怎麼樣 從以色列的祭司們 領受 火拉五金 作為什麼樣 祭司的活動 聖結 跟子民的死難 而讓這個民族存聚到今天 這個是有可能的福分 即使他們曾經 政治上的更別 奇蹟不符合當中 但是怎麼樣 他們還會依然佔領 今天我們有這樣的福分 我們成為祭司的國度 聖結的子民的時候 求主幫助我們 也能夠在這個當中 我們可怎麼樣 持守在這樣的祭司的國度 聖結的子民的信仰的當中 這個是永恆的福分 那不是短暫的得到樂透 或者是說我一時考滿齊分 但是我後來好像是記得滿齊分 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的生命當中 其實有很長的項目 而我要知道 在整個聖經當中 特別是詩篇的第一篇 開始所提到的 我們要怎麼樣 授業思想耶和華的律法 它是什麼樣 它是福氣 它是Hockey 它講的不是單一個人的福氣 不是我 比如說我自己身體健康 六處心旺 還是什麼等等 不是它是講的是一個群體性 身體性的一個怎麼樣 國家品質 或者是說群體的當中 或者是在教會的當中 不是只有我這個家庭好 而是我們可以在這一個社會上 或者是在這一個群體的當中 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 祭司的國度 聖結子民的當中 但是有一個當中 我特別是要講的是說 我們生命的一個價值 這個價值的當中 是提到的是說 很特別的是說 我們所提到的耶和華的律法 它被重新提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個比較難過的背景 也就是說 當南國猶大被滅掉的時候 就等於整個以色列王國的時候 後來波斯在統治他們的時候 想到一個很厲害的方式 這種環球政策 本來他們在巴比倫 但是有一個網上亞達薛西網 就翻顧一道指令 就是說 你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你們這個聖殿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聖殿是被我們波斯管的 所以那個叫做宗教上的環球政策 這個真是非常厲害的統治方式 但是呢 在這當中呢 當他亞達薛西網頒布這個意識的時候 有機會我們看到聖殿的以色拉記 或者明希米重建聖殿 重建城牆 那以色拉 他開始要來做這個律法的時候是怎麼樣 當猶太祭司被怎麼樣 被捕猶太人民 被收編等等 這一個過程當中 他趁著這個機會 將以前的律法 或者說已經 失去了斷簡長篇的這一個歷史 等一下編進去 就是現在的古今 有可能是在那個時候被編出來的 在這當中 避免什麼 被波斯巴比倫 完全洪化和滅祖的危機 然後進一步將聖殿的傳統 會目的這樣的一個故事 點章律例 編在這當中 因為他們深知到的是什麼 唯有喜愛耶爾華 律法人 正能變為有福 但有福氣的東西 我們要怎樣讓他傳承下去 他在那一個被壓迫的時代當中 靠著上帝的恩典 靠著這樣的一個使命感 而讓他順序的下來 所以在這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他非常有意思的 要讓我們去很知道是說 神的話語 神的律法的運行的當中 他所帶來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耶爾華的律法的時候 我特別拉出一個地方 來跟各位分享 如果我們很簡單的來看 旧約的前古本 也就是土拉 也就是所謂的摩西五經 也就是所謂今天我們 在今天事變當中所談的 會動有福氣的東西 的那個律法到底在講什麼 比如說創世紀的第一 他非常有意思的 將希伯來文的第一個字 其實就代表了他們信仰的一個 比如說我們今天讀的 第一個字是什麼 福氣是什麼 創世紀的第一個開始是起初 所以跟我們講的說起初有上變 初埃及紀要讓我們看到的是說 這一些名字 也就是你這個民族來的 這個過程當中 是多麼的不容易 你曾經被埃及統治 上帝透過他拯救了初埃及 立位祭談的是什麼 其實是上主呼召 所以上主呼召這一群人 成爲什麼 君尊的祭司 聖解的子民的時候 所以你要守這一些東西 民宿祭的時候 是回憶起在曠野的當中的漂流 但是上帝沒有忘記我 這一群在曠野當中的每一個人 所以他親自有安排了一些人 每一個宗族清楚去數點 你有多少人 這代表是什麼 上帝看中每一族 看中每一個人 生命記再次去重新 重塑上帝的話 所以這當中我們有看到 在當時候的這一群祭司 在被讀歸毀的情況當中 他很有怎麼樣 很有大腦 很有意識的去編排這一些東西 為了是要讓這一些人 包括我們現在的人 去知道耶和華的律法的重心是什麼 而得到怎麼樣有恆的福氣 所以在這當中 事實上這個字比較小 在這當中其實是什麼 是我從這樣的一個項目當中 重新去讀聖經的時候 所得到的一些小小的敵貴 比如說在創世紀的當中 所談的是說 其實上帝所堅權的這一些人是什麼 上帝在出人意外的情況下 堅權最不可能的人 上帝的愛永不止息 他永遠為我們同在 這其實是有一個老師 叫做 主題的話 但是這題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那什麼樣 最不可能 出人意外之外 被上主所揭選 最不可能的人 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 常會想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遇到軟長狼 然後跟短狼分享一件事也邀請 就有人問我什麼時候要封禮牧師 就在下個月 10月28號 然後這個禮拜 剛好是總會的總委會 堅權我通過 我又想到 我其實是那最不可能的人 我一直覺得是說 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何等可以去領受 一些時分去服侍 那重新在讀聖經的時候 就發覺說 特別上帝所揭選的人 有些時候我們想不可能 比如說我想以色列 以色列其實是誰 是雅各啊 那雅各是誰 雅各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彼嫂 一個是雅各 照理講是要讓大兒子彼嫂 就雅各這家人怎麼樣 欺騙長子的名分 而且呢他又怎麼樣 用氣怎麼樣 跟他哥哥之間有一些衝突 照理講他是欺騙 但是上帝為什麼要解決他 而成為以色列這個宗族很重要的人 摩西 他開始講他什麼 阿主啊 我很笨什麼 你要帶人家出發行 你要選我啊 你選我哥哥啊 就上帝偏偏選他 這想不到 但是我們何等有幸有這個福分 讀創世紀的時候 唯一在這當中 其實上帝的創造差障 就是在最不可能的當中 去成就他的大師 也是在這當中常提醒我們 我們今天在這裡 有些時候並不是我們自己選擇上帝 而是主透過他的聖靈帶領我們 而禀受這樣的福分 我們可能是那一個最不完美的人 但是上帝並沒有說我最完美 我才能服侍他 最完美的話 我們就去當上帝就好了 事實上我們就是在這當中 就是在一個最不可能的狀況之下 被上帝的恩典所選擇 但是我們在這當中 與主的律法 我們去常常思想他的時候 我們得到他的恩典 可以往前走 不然以色列這個民主 是最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被滅亡 而且會滅亡徹底 但是為什麼成為傳承這樣的 一個信仰的當中 而讓我們可以領受到成為永世紀的信仰 那個只能想是說是上帝在這當中做不夠 我們讀出埃及基的時候 特別現在我重新再讀那個很無聊的部分 就是慧幕要怎麼照等等 但是在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旺野建立慧幕 以色列法治與宗教的建構 如果他沒有立國精神 沒有很清楚的法治和宗教建構的時候 他可能是亡國會亡到更徹底 在立會期的當中 有禮拜和禮儀 但是很重要的是在這當中 原來在整個律法的當中的重心是怎麼樣 愛靈人如同自己 所以愛靈人如同自己的這當中 我們若放大 在這個詩篇的第一篇的第一節當中 他講這個律法其實包含在很多的 這律法這裡面含有什麼樣 愛人如己 後來耶穌將這一句話等等 徹底的發揮 所講的是說 我給你們一個新的建立 你要盡心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也要愛靈人如同自己 律法很多條 但是扣免在愛人如己的這個項目的當中 然後在明述紀的當中是怎麼樣 從慧慧或者是慧慧神聖的事宜 我們有多少人的當中 可以看到 喔原來他建立了一個國家的組織 也讓我們看到一件事情說 在我們教會的當中有組織 在我們教會當中有很多行政 但在這個行政的背後有什麼樣 他的信仰意義 然後在生命紀的當中 我們看到他將這個國家 或者是我們信仰當中的建制和令序 重新再重塑為一次 特別是生命紀的後面 第26章第5節到第9節當中 所提到的是什麼 上帝耶穌法用大人的手和生出來的寶貝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神機奇事 就是領我們出埃及 將我們臨進這地方 把這牛奶與地之地 成怎麼樣賜給我們 這是什麼 就像我們今天所讀的 耶穌法的律法 耶穌法的能力與他們同在 讓他們得到永恆的福分 所以從這當中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的時候 也看到是說 我們學習在這當中 學習這樣的律法當中 是藉著禮拜儀式 的青史禮拜 我們一代一代持續 這樣的歷史記憶與信仰告白 這一點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每個禮拜要來做禮拜 也特別是在我們今天 如果我們回到我們中秋節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當中 我們中秋月圓人團圓 我們到底思想的是什麼 在月圓人團圓的時候 除了我們想到有什麼 長河奔月 什麼 無綱法術 還有什麼 玉兔腦藥 我們所 我們的這一個台灣 這一個民族所想的 只是這一些嗎 還是我們可以學習以色列的人 回到上帝的公義謙卑的當中 我們去想到的是怎麼樣 我們的身分使命 我們今天可以說這樣的身分使命 或者有一些人 當你還沒有信主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與我何而該 但是這當中 你在進一步來想的時候 當一個民族 他可以存續很多年 而且曾經亡國 但是現在又重新立國 或者在他世界上 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時候 絕對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這個是福奇 所以在這當中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教會 我們也有這樣的 祭司的活度 聖學子民的覺醒 各位 我們都是在這一條道路上 不是說我們今天有人擔任長老職事 有人是牧師傳道等等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但在這當中 主要讓我們自己的教會 可以發展的當中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在這當中 我們有一個普世性的責任 叫做什麼樣 我們的教會在這當中 也常常為了我們的國家社會 來祈禱 我們扮演在這一個世界上的 什麼樣 牧國牧師的角色 來到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 和普世的什麼樣 公義和平德也建構 讓上帝赐福 為什麼 因為這是永恆福氣的道路 就像我們今天所讀到的 聖經的當中 唯有喜愛耶和華 什麼樣的 得到的話 他會怎麼樣 像是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暗時結果汁 葉子不枯乾 煩他做得盡都順利 但是不是只有一個順利嗎 也是在這當中 我們要學習的是什麼 在這個五經土道當中 上帝的慈愛 性慈慈 聖結 公義的特質 我們怎麼樣 讓他活出來 在這個社會上 在這個世界上 也許在我們中秋月圓 人團 越聚集的時候 也可以常常為了這些治癒禱告 讓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讓我們的世界上 有這樣 讓上帝的聖結 慈愛 性慈 公義這樣的特質 可以發揚 特別我們想到 我們的身分使命的當中 這個是一個教會論教會觀 放在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當中 事實上有一個很大的體驗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信仰告白 這次的當中 1985年 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 有一段就在講教會論跟教會觀 我們一起來念 預備 來 我們信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系 蒙招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否是人 且更以予不利 認同所有的住民 通過愛與受苦 成為盼望的基礁 這個是很特別的告白 以色列人其實並不是舒服的民族 他們只是丁王國 但是就是在愛與受苦的當中 讓我們得到盼望的基礁 讓我們看到 有緣的福分是什麼 唯有喜愛耶穌化的律法 但是耶穌基督 他自己成為那盼望的基礁 他也是透過什麼 愛與受苦的十字架 成為我們的拯救和幫助 所以我們當我們今天在來看 當一人的道路 當與二人的道路做一個對比的時候 盼望我們每個人都好像栽在西邊的樹一樣 有蟲好像水 好像上帝的話語 聖靈的帶領像這樣的泉水 遠遠不斷的灌溉我們 讓我們在這個西邊當中 得以成長著重 能夠怎麼樣 按時解骨子 不像按時變康平 那就會被風吹上 而是在這當中得以永恆 得以往前走 不過在這當中 我們也期待在這當中 其實在這當中 我們唯有喜愛耶穌華律法 奏業思想變為永福 重新回到上帝的話語當中 我們常常知好祂的話語 讓我們成為那有福氣的人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 我們也同時關心 我們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一個新聞 梵蒂剛與中國簽署主教 任命臨時性起立 最近其實大概從去年開始 台灣新書長好教會 特別在總會當中 其實今天主教會 也請我們去關心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如果梵蒂剛跟中國簽署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中國的官方 他可以很合理的去神話 就說我跟梵蒂剛簽署了 梵蒂剛也承認了 所以我要來管教會 無論怎麼管都OK 但事實上 中國包含天主教 或基督教 有一批 他不順從 或者是抵抗 中國無理怎麼樣 禍害基督徒的神父 或天主教神父 或基督徒 他們現在是遭受迫害 如果這樣的話 梵蒂剛對這件事情 事而不管 而跟中國官方簽署的時候 這些人可能會被壓制 我們一直在對這件事情祷告 但是今天的當中 到底他的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 內容細節是什麼 不知道 雖然好像對台灣的外交 梵蒂剛說 不會因此跟台灣斷交 因為台灣現在唯一在歐洲的邦交 我只剩教廷 只剩梵蒂剛 而我們的副總統是什麼 是天主教廷 但在這當中 除了關心我們台灣自己之外 其實很特別 其實是中國 中國大概這五年來 特別在這兩三年 開始怎麼樣 強拆十字架 你做禮拜當中 你要這邊要放一個習近平的像 毛澤東 然後這邊要寫 寫什麼 我 中國是憲法 保障宗教自由 但是保障宗教自由 卻在拆十字架 但是梵蒂剛對這件事 目不作聲 台灣包含華人的教會 好像我們都在追求 屬於自己的幸福 但是卻忘了是什麼 永恆福氣的意義 在耶華律法當中 我們有 暮國暮世 已實在這個世上 君尊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 聖姊的百姓的當中 同樣有人被禍害的當中 我們怎麼可以 目不作聲 所以在這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 但是也但願 就像主的話語所講的 當審判的時候 惡人並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中 也是如此 在這當中 我沒有講誰是惡人 誰是罪人 但是當主的十字架 被拆的時候 這個行動當中的背後 是說 當否定耶華律法的時候 他必像怎麼樣 惡人必像康體被水產 雖然他膳食看起來是很大的 不過在這當中 我們也一起來 為這些事情的祈禱的時候 我們祈願 我們眾教會 多年有孤國、孤世 君尊祭司、聖姊子 你的信仰、體認和侍奉的實踐 讓我們的世界 都可以遵守耶華上族的職業 我們列國都成為上帝 所喜悅的國家 這也是新編的第一編的第一 所愛談的 都讓我們成為 就像詩編的第一編的一到二節 我們回到前面的投影片 我們一起來念詩編的第一編的第一節 到第二節 我們成為那 不從 惡人的寄謀 不犯罪人的道路 不做先愛人的作用 唯有喜愛耶樂華的律法 受夜思想 聖人便唯有福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來 在這當中 同樣是用詩編裡面的話語 但是這當中成為我們的回應詩 我們來唱 我們的回應詩 也成為我們的祈禱 你的話 我將你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你 公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你的聲音 做我腳前的燈 做我路上的光 我們看到上帝的話 上帝的律法 也像這首歌所講的 天地這樣要過去 聖權暫時也要過去 當波斯帝國 把猶太人 被捕滅掉的時候 耶爾瓦話有長存 直到現在 不管相不相信 我相信這次上帝在更虎當中 因為祂是永恆的神 祂的話有長在 祂像我們 站在耶爾瓦的道路上 我們與祂同行的當中 得到那永恆的福氣 不是暫時 短暫向康底垂上 但是求祂幫助我們 將祂的話語 將祂的話語 深藏在我們的心 免得我們得罪了上帝 免得我願力 可求祂幫助我們 在祂的道路上 我們一起去抓住 那永恆的福分 常常思想 耶爾瓦的話語 耶爾瓦的律法 你的話語 成為著 免得我的醉意 免得我愿意 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生意 救我 骄傲借你的 做我 如生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成存 天地将为我 你的花却成心 护着你过语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名 免得我愿意 我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生意 救我 骄傲借你的 救我 如生的光 我们一起来祈祷 赐给我们永恒的福气 也透过话语 也透过 无限的爱 来带领我们的主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通过诗篇的作者 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永恒的福气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不从那日人的计谋 不站在罪恶的道路 不做傲慢人的座位 帮助我们喜爱耶和华上主人的律法 喜爱耶和华上主人的话语 让我们常常奏夜来思想主人的话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签等等 让我们在这当中在主人面前 可以被主称为我们是Hawking啊 有福气的人 特别代理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公义、不和平、压迫、悲伤的声音 特别我们看到范立刚教廷与中国建交 或者有一些的协约 但是有一方面有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 现在正被打压 但求主你帮助包含台湾、包含普世、包含中国 怜悯这些受苦的人 就像主耶和华 你陪伴曾经受苦的以色列人一样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面前 得以成为让主你 成为那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 让我们在主你的道路上 对于永恒前进 你将永恒的福气 不只使用我们的领受 你分享给我们生命的人 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世界 谢谢主 我们上港号都是放出去祝君圣灵 谢谢团队的分享